dallFi hello大家好我是果金 今天我們要介紹台版的一個 更新活動副本 叫做黑暗的無界雷台 好 我們首先打開PS模擬器 進入到我們彩虐版的天堂M裡面啊 那這個活動副本 直接介紹 我們看一下 那個網頁的情報 就不用打字了 好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網頁的部分 活動是兩個禮拜了 到12月12號 兩個禮拜 那活動一樣啊 初步就是 第一步就是拿這個傳送卷 傳送卷就是解的任務 黑暗的妖精這個任務 要打1000隻怪物 那1000隻怪物這個部分是很簡單的啊 你可以 打這個 試驗副本 試驗副本的部分 像是這個起始衛生術 這個有200隻的怪物 還有這個烈炎火花 花火 火花 這個 這個副本也是有200隻怪物的數量 然後還有這個守護塔 這個守護塔也是有84到100隻 或者120隻的數量 所以這邊打一打應該都有 480500隻 然後 然後 再去打一些小怪 像是這個畫島的部分 畫島的部分 東啊 或者是西啊 或者是 哪裡啊 有一個區域是幽靈的區域啊 應該是北島吧 北島的霓山 那邊就有很多鬼魂可以打 或者是你去這個 葡萄丁 地間 一樓 這裡面也有很多骷髏 骷髏類 然後數量有密集 然後 玩家等 兩三下就可以幹掉一隻了 然後數量就可以快速累積 那麼我這個 1000隻的任務已經完成 所以等一下就可以拿到這個卷軸 再看一下 這個卷軸拿到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來這個活動副本 第二步驟 使用這個卷軸 進入活動副本 黑暗的無界雷台 然後挑戰這個葉姿奧爾丁 奧爾丁 找不到又是那個 他是什麼 矮道床的那個BOSS 那個黑髮師外觀的那一隻 應該是 然後 裡面可以打 打到 這個葉姿箱子 還有龍之鑽石箱 這是小龍鑽石箱啊 一兩顆的龍之鑽石 之類的 然後這邊 進入這個無界雷台 可以用這個 地圖的BUFF 他地圖的BUFF就是 有三段加速 一段兩段三段三段加速 還有可以使用這個變身 他會直接把你強制變身的 成為土龍者 然後可以有快速的攻速 交起來要有263%吧 等一下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要看一下 BOSS又是兩隻 葉姿奧爾丁 還有葉姿長項 長項 長項應該是 那個的 變形怪吧 因為之前 航班也有一樣的活動 然後進去之後 就有很多隻紫便 因為他 你變 那個地圖會幫你變成紫便 他變形怪 看到你 就會跟著變成紫便 所以 進去的時候 可能也會有一大堆紫便 等一下我們進去看一下 然後大獎 就是從這個葉姿箱子裡面開出來的 大獎有這個人力寒靴 還有人力戒指跟人力氣靴 這三個 其中的大獎就是戒指 戒指的部分就是 從這個葉姿箱子裡面開出來的 三個藍色的 身杖之戒 極風之戒 極風之戒 賢者之戒 看一下 戒指的部分 這邊有蠻藍色的 身杖之戒就是力量加1 精神加1 極風之戒就是精神加1 三個藍色之戒 就是智力加1 精神加1 三個藍色之戒 都是有精神的 然後有額外的力量 也跟智力 看是哪一種的 就是哪一種 兩次 進戰的就是力量 極風的 這次叫精神那一種 那這邊有分喔 就是 就是 騎士王族妖精 就是拿 力量的這個 征戰之戒 然後妖精跟槍手 都是遠戰的 員工的 就是 極風之戒 法師就是 賢者之戒 都有分 進戰 員工 跟這個法術 那 其他的鞋子 跟 跟這個內衣啊 他們給的 也一樣都有分啦 他一樣都是力量 也之一 這三種類型 好 我們直接進來這個副本裡面吧 直接進到副本 好 我們先領獎 領獎之後 就有這個卷軸了吧 這邊 黑暗的無界雷台 傳送卷 使用10分鐘 或者可以使用 錄一下 CD10分鐘 好 進來 我們直接進來 進來 進來之後變成紫便 好 這邊有一隻紫便 因為他會生這個變形怪出來 對不對 你看 變形怪就出來了 好 我們看一下他的攻速 變身 我們的變身 人力 時間 變成 毒龍蛇 變成 毒龍蛇 變成毒龍蛇 變成毒龍蛇 然後這個是閃耀的移動Puff 這是加攻速的 加250% 我會充運 因為他變成紫便的毒龍蛇 因為他變成紫便的毒龍蛇 然後 攻速現在我這攻速有三百 三百 三二四趴 夜池長相 應該都是夜池長相 應該都是夜池長相 這一隻欸 都是夜池長相 然後我們就 一隻一隻把這些 怪物幹掉 好 他等一下會出奧爾丁 奧爾丁等一下 還出來 這隻 這隻奧爾丁 我先打這個 這次啊 長手的公主 欸那個變形怪一直出欸 哎唷 終於暈了 這隻 變形怪是不是打不完 應該可以喔 來打不完打不完 他會一直生 變形怪是打不完 所以直接打Boss 來架槍 哎唷被充命了 基本上有帶一百罐紅水應該都可以打 因為 對面的攻擊力不太 不是很高 但還有這個Buff 亂加速 亂加速 哎 只噴一個箱子而已嘛 噴灘的箱子 那基本上都是噴 好像 航班的活動 活動副本台詞啊 最少都有三個箱子啊 那有 有幾次我是有遇過一次給六個箱子 那大放送 那這三個箱子 我先把這個 這女怪打 打敗 呃死邊啊 沒有 我會直接死邊 好 好 這是槍手的直面啊 好 來開一下這個道具好了 這龍龍鑽就是 小龍鑽啦 就是 B4 3顆的龍 3種龍鑽子 給你一種 然後這個有可能就是會開到這個 人力長缺啊 人力戒指啊 人力 內衣 一張 我先開看看 誒 龍鑽 龍鑽 都是龍鑽 4個龍鑽 12顆 活動到12號結束啊 所以 12號就會殘暑啦 趕快把它吃掉 好 所以我們的大甲沒有中啊 就是中龍鑽 沒關系龍鑽也不錯啊 好 這就是這個部分的一個介紹 那 這次活動還有這個 收集道具啊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收集道具 它這個收集道具就是要收集這個 槍炮的一個碎片 那 我的任務都完成了 那 這邊 的活動內容是解說 解說什麼呢 活動到了 完成活動之後啊 我找一下那個 活動結束之後 他會強制把你的那個 打到的一個道具啊 就是碎片 來看一下 那這邊有 講說這個 老舊的武器碎片啊 為了避免玩家 佔用玩家的背包空間 完成收集任務 我將會回收 我家身上的道具 待會回收這些道具 然後呢 看我的身上 身上又有這些道具了 可是我的任務都已經完成 這道具是怎麼保留下來的 就是你完成任務之後 你就馬上 按這個 領取獎勵 領取獎勵之後 大家都變完成了嘛 那變完成之後 你繼續打裡面的小怪 叫好飛繼續打裡面的小怪 是不是還會得到這個道具 他是不是還會噴這個道具 然後你還是可以撿這個道具 他的武器碎片 不是我要喔 好有沒有 武器碎片 然後他就是可以 再累積啊 所以你隔天騰 不用打得那麼辛苦啊 所以你隔天騰 就直接有100個就可以直接交差 好這個是這個活動的一個 的腳技巧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的活動就是 黑暗無界雷台啊 黑暗無界雷台 黑暗無界雷台 一天打一次啊 那看大家能不能打到 人一戒指啊 藍戒 藍戒指這一次的大獎啊 希望大家累得到啊 好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拜拜